83. 當代生活報 《一等獎的困惑》 2015年7月14日生活焦點02黃佔寧大學生用微電影講述誠信故事作品 獲全區大學生微電影大賽家獎 但市場反應冷淡生活報記者黃佔寧核心提示 近日,2015全區大學生微電影原創大賽優秀作品展博 其經驗交流會在廣西財經學院舉行 該校大四學生拍攝的微電影悉心獲得了一等獎 記者通過調查發現,該片在學生和網絡上的流傳性並不高 該片導演林瑞力,今年7月畢業,認為從暫寫劇本到開拍影片 他自己已經全程投入,如下不足只能留著下次再改進 以資深電影人則認為,大學生拍攝微電影的疫情高漲 但水平普遍不高,大學生想要拍攝出好的作品 需得豐富自身的涵養和藝術素質,沉澱下來才可謀發展 這個導演肯定學計算機的他寫劇本提起創作悉心的過程 林瑞力覺得最難的在於劇本的創作和後期的剪輯 他所學的專業師計算機,對於劇本創作 除了自身跟著前輩和自學外,他並沒有接受過太多的專業性指導和訓練 好的劇本要跌倒起伏,甚至需要腦洞大開 林瑞力開環小說,修改劇本花去了林瑞力一個多月的時間 期間他把主創人員對劇本的建議和老師的意見融入其中 先後進行了三四次的整體大改 在他看來,劇本打磨得越久,後面拍攝就可以更順利 而在後期剪輯時,為了讓整個影片達到心裡預期的效果 林瑞力花了大量的力氣在剪輯和畫面潤式上 並常將自己關在編輯坊裡通宵工作 一個畫面需要反復斟酌,非常考驗人的耐力 那時感覺身體都快誇了,可還事得堅持 因為大家都在期待著這部作品的最終效果 林瑞力說,這個劇本獲獎影片走心獲肯定今年三月份 林瑞力的作品終於製作成功 拼入選了2015全區大學生微電影原創大賽 經過激烈角逐,他的作品不負無衷,獲得了一等獎 而此時的林瑞力已經大學畢業,回到了家鄉準備工作 從來沒想過能夠獲獎 對於我而言,這是一個意外的禮物 林瑞力說,他的作品悉心講述的是 女大學生將十到的一張販卡交回給失處 而當自己的販卡也掉了時 卻發現自己家裡的錢已被拆光 正當他傷心之際,他由十到的一張販卡 儘管有同學勸他留著自己用 但女大學生最終還是教環級了失處 雖然故事情節簡單,但是對於大學生而言 簡單明了的劇稱,貼近生活的選材 最能夠表達出主題和導演想說的話 曾負責Tone Fit指導過該部影片的老師 廣西財經學院信息與統計學院輔導員竹凡說道 他認為,這部作品以小見帶 折射出當今大學生的誠信行為 而負責承辦此次大賽的廣西財經學院相關工作人員則認為 該片能夠讓大學生受到啟發和教育 是一部很貼近人心的作品 這個主角有感觸一部電影改變了心境提起拍攝這部影片的收獲 女主角梁體坦然這部影片讓自己變得更勇敢了 今年大三的他是林瑞力的學妹 當初林瑞力找他擔任女主角時 梁體一口拒絕了 因為他實在不懂怎麼面對鏡頭 最終經過老師和同學的說服 他答應嘗試 在拍攝時 由於經驗不足 面對鏡頭他和其他演員常會笑場 有時因為表演不到位 一個鏡頭需要反復拍攝十多片 心裡覺得很內疚 可也督促著自己要變得更專業 梁體說 如今影片拍攝完畢 梁體自身也沒期望過會通過這部影片一夜成名 或者收獲其他名利的東西 可他和其他幾位主演在一起聊天時 卻發現大家都不一樣了 以前不管被人給我好或者壞的建議 我都不喜歡 現在面對各種建議 心裡會去接受和思考 梁體說 而影片另一主演 你本秀認為這部電影讓他更明白了自己對電影的熱愛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也想在畢業前拍攝出一部作品 林瑞力則稱 如果以後有機會他會選擇開設一個電影工作室 繼續自己的電影夢 市場觀察或掌眉電影網絡播放 如冷那麼這部影片的反響如何呢? 座談會當天 主辦方除了播放優秀代表作品《適心》供大家欣賞愛 還播放了其他幾部高校的優秀作品 記者對前來參與座談會的十多位大學生進行隨機採訪 有七八位大學生稱未參加座談會之前 不爭聽說過悉心 大三學生雅月看完影片後 認為影片情節簡單、不夠新意 可當他內著性子觀看影片時 他覺得影片拍得很貼近自己的生活 而在該校獨裁會專業的大二學生小師則認為 影片雖然拍攝手法不錯 但橫不足以引起自己的興趣 國內外很多大學生拍攝的電影比這牛多了 我們本土的影片還是應該多向他們學習? 小師說 隨後,記者通過網絡渠道發現 悉心在優侯 土豆上的點擊率並不高 以優侯為例 該影片上線後的二十多天時間內 播放次數為75次 收獲六個讚和一條評論 此外,記者發現其他獲獎影片在網絡上的關注度也不高 記者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和視頻網站進行影片搜索 最終緊查找出三部影片的相關訊息 在優侯上 二等獎作品《廣西醫科大學的遲新子》有宣傳片 截至7月13日 優秀獎影片廣西師範大學的推開那線門播放量為19 留言數和點讚數為0 二等獎影片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的畫用播放量為1065次 留言六條 點讚數為17個 對於影片市場與冷者一問題 林瑞力稱是因為自己缺乏了宣傳意識 成片出來後 他和主演梁體等人 曾將相關的連接發給身邊的朋友觀看 同時也在個人的社交網站上進行宣傳 之後由於要望學業等問題 便再沒有進行過相關的宣傳 因此在學生間的知名度並不高 而在休學等視頻網站上的關注度不高 林瑞力則認為 他們拍攝影片只是純粹表達內心的情感 並沒有選擇和相關的視頻網站或者商家合作 因此在推廣力度上不高 如果一開始我們有意識地去談合作 可能關注度會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林瑞力說 但與此同時 他認為 比起知名度和傳播度 他更關注和在乎的是影片本身 影片的質量好 是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就可以了 其他的只能夠以後慢慢積累 林瑞力說 曾擔任Fees和他們指導老師的觸凡則認為 學校鼓勵大學生拍攝微電影 更多的是從鍛鍊學生動手和實踐能力的角度來考量 這幾年該校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加入到了拍攝微電影中 他們的能力也在不斷地提升 但想要達到最佳的效果 仍舊需要積累和淡 專家聲音廣西大學生拍片熱情高但水平普遍不高 廣西文聯秘書長 廣西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林超進認為 除了DVD和手機攝像等各種拍攝工具的普及 廣西各地高校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加入到了拍攝微電影中 林超進本人早年當過影視和舞台劇導演 這幾年一直在致力於大學生微電影拍攝的推廣和教育 他認為大學生拍攝微電影的疫情高漲 但水平普遍不高 究其原因和大學生自身的數字積累和求快心理有關 普通的影片拍攝過程需要經歷劇本 策劃、表演訓練、拍攝等多個階段 不少大學生往往只從拍攝 而忽視了劇本的打磨 對演員的表演訓練等要素 從而導致影片拍攝效果不佳 此外 大學生缺乏對劇本的分析和創作力 模仿痕跡太重 不善於對前人的優秀作品進行經驗值監 有些大學生甚至會直接從網上模仿一些三流作品 導致自己拍出來的東西不入流 林超進說 他認為 大學生想要拍攝出好的微電影 首先要打下紮實的基礎 如增強自身的文學修養、藝術素養等 並能夠和其他人組成一個默契配合的團隊 俗話說不知者無畏 電影是一門綜合性藝術 學生們在大膽地進行作品創作的同時 也要保持一夥敬畏的心 善於總結和吸取經驗教訓 林超進說 他認為一些大學生想要把拍電影 做導演當成一門職業還言之國組 他建議可以先把拍攝電影當成一種愛好 等有了大量的積累和質的飛躍之後 再考慮是否把他作為職業 不得了 鼻子 鼻子